加拿大毒販死刑 媒體問錯問題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 2019年1月14號 中共大臨法院 再次對加拿大毒販謝倫伯格走私毒品一案 做出公開審理 法院當庭宣判以走私毒品罪判處謝倫伯格死刑 並且沒收全部財產 這個事情出來之後呢 各大媒體是討論的如火如荼 主要集中在中共的判決 它是依法治國呢 還是報復加拿大 甚至也有媒體討論到人權問題 咱們這就看不下去了 你們沒有一個人站在中國人的角度上去講一講道理啊 咱們首先說啊 中共是否是能夠依法治國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用我告訴你 毛澤東告訴你了 共產黨就是兔子打散 無法無天 沒有法 中共沒有法治的這個例證啊 比比皆是 你隨便看新聞 都是這種例子 比如說中共抓捕709律師 他有法治嗎 沒有 中共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 他有法治嗎 沒有啊 那麼能問出這是否是依法治國問題的媒體 你要麼是幼稚 要麼是裝傻 中共沒有法治的這個事實 媒體需要從小學生開始播課了 那麼其次 咱們在一會討論人權問題的這種媒體啊 你是不是覺得你是西方媒體了 你要廢除死刑啊 但是呢 這個事情啊 販毒的這個事情啊 咱們還是要就事論事 你站在中國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謝倫伯格販賣了220.035公斤的冰毒 這要是個中國人 早就執行死刑了 就是因為他是加拿大人 一審在2016年只判了他15年 但是這個毒販覺得 我自己還能挽救一下 就又上訴了 結果呢 碰上了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 又因為他是加拿大人 給判了個死刑 這個事情啊 你看起來啊 跟人權就不沾邊 就事論事實講 就是一個政治判決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是 中共是不是報復加拿大 那是肯定的 咱們上面講了 謝倫伯格輕判就因為他是加拿大人 判死刑也是因為他是加拿大人 這就是典型的報復社會啊 這個咱們就不用再討論了吧 那麼咱們站在中國人的角度上講啊 共產黨可以對一個加拿大毒販隨意判刑 那麼他對中國人呢 他的刑法就更沒有依據 更沒有顧忌了 作為一個中國人 您是願意被隨便判刑嗎 肯定不願意啊 上訴了竟然還加刑 我們都不喜歡這種做法吧 那我們只能不要共產黨 至於這個毒販的量刑多少的問題 等待啊 咱們中國有了新政府 咱們再討論毒販是不是能夠執行死刑的問題 這都是下一步的事 這一步啊 還有共產黨 還討論不到那麼長遠 那麼上面咱們討論的都是自由世界的媒體 你只能說他說話沒說到底兒上 那麼接下來咱們再說共產黨的媒體 這個可屬於真正壞的範疇了 中共環球網代表我們加拿大人發言說 回過時來了 加拿大網友們突然全面倒戈 我就不明白了我們有什麼可倒戈的 那麼這兩天呢 這個澳大利亞代外長西蒙尼、勃明漢 站出來替加拿大的兄弟們說了兩句公道話 中共參考消息就把環球網的手段呢 又重新用了一遍 大標題是 瞞不住了 澳大利亞網友們紛紛倒戈 這全世界都是倒戈的 我們本來就沒打 何來倒戈之說呢 毛澤東曾經對新華社說啊 把地球管起來 環球網和參考消息 這個不光是管地球 還要代表整個地球 咱們怎麼說呢 你共產黨開心就好 我相信智商超過80的網友都不會信你的話的 那麼有沒有智商低於80的呢 還真有 中共駐加拿大大使就是這種人 在不斷地打擊報復加拿大的情況下 他跳出來威脅加拿大說 不得禁止華為參與加拿大的5G網絡建設 並且說如果加拿大禁止 我相信肯定會有後果的 聽完之後啊 咱們的這個智商的優越感呢 是悠然而生 俗話說啊 殺人不過頭點地 你共產黨不光是要殺加拿大人 而且還要逼著加拿大買你共產黨的設備 想想都覺得共產黨的智商肯定是出了問題啊 我想告訴這位大使 你知道加拿大為什麼要研究 是否禁止華為的問題嗎 這是因為華為嗎 不是 這都是因為你共產黨 你現在主動跳出來 證實了你們的這種勾結關係 那麼我想加拿大政府官員們 你們知道該怎麼做了 好 謝謝大家 今天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人網站